當然除了你怎麼看這些爭議之外 盧秀燕現在是不是也沒有辦法 再置身事外了 因為你看光是公保地的事情 民進黨立委林楚音已經在罵 台中市政府現在是看到嚴加就轉彎嗎 那這個說法到底對曹擁政府公不公平 可是盧秀燕必須要出來講話 他也確實被逼著出來講話 那當然在地有一種聲音 就是說對 到現在大家都在盲工後 民進黨還沒有出手 可是在地有個聲音 認為盧秀燕的出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盧秀燕到目前為止 除了那天記者會站在他旁邊之外 其實對於這個嚴寬恆的選舉 他目前為止其實是沒有做太多的表態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當這件事情被揭露出來的時候 其實第一時間面對事情的態度 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人品 跟他從政的初衷 他的態度是 如果有違法 該猜你們就去猜啊 我跟妳講 一般人好像覺得這個回應很正常對不對 其實非常不正常 面對違建 其實社會對於他的期待其實是制裁 為什麼要制裁 我稍微說明一下 民眾或一般的觀眾朋友可能不了解 每一個地方政府 他編列拆除違建的預算 是極度有限的 以台中市政府而言 長年以來 一年的拆除違建預算 邊在都發局底下 一年就是五百萬元 好五百萬可以拆幾間 我們一台怪手對不對 進去拆一個違建 如果是比較輕微的 一個怪手把他插進那個人家的門裡面 或插進窗戶破壞一半 或者是整個全部拆完 平均而言 他價格可以Range很大 但大概一拆一間 我們用20到30萬抓 是一個合理的金額 所以一年五百萬 大概能夠拆的間數就是 500萬除以20 大概25間嘛 所以他能拆的間數很有限 因此各個縣市都是如此 才有了所謂的優先順序 一般我們對於這種違章建築 如果有人檢舉 新建中的 只要有人看到一檢舉 打給1999 打給市政府 現在都很透明了啦 也沒有人可以什麼吃案啦 你只要逮到 比方你家隔壁 看到有人在建為建 打給市政府 就是依法要馬上拆 沒有人有辦法不拆的 他進來一半 就是要依法馬上急爆急拆 可是如果是已經繼承的建築 我們過去 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匡列他優先順序 比方說 你有重大的公安危機 或者是社會矚目案件 或者是他有一些criteria 有一些標準 那依照這個狀況底下 去進行優先順序 那言花人這一間啦 說真的 如果不是社會矚目啦 盧秀燕他強力去指揮都發局 要把他排成 把他提到前面 大概最近有人算過 以這個速度 可能要拆40到50年 要拆40到50年才能夠到啦 對因為以這個速度 他排在後面 所以難怪說以拖待變 他要排成 對所以他可能拖到 就是被徵收完 都還不會被拆嘛 所以我說這個 為什麼說他態度是惡劣的 因為 如果你面對這個事情 態度是好 我也許這不是我的房子 是我兄弟的房子 但是因為我們在選舉 我們是公眾人 我們要比較高的道德標準 來檢視這一切 以前我開始說 我不知道是違建 但現在如果被確定是違建了 我自己拆除 我覺得接下去的狀況是 社會會對他有這個期待 對啊你要選舉的人 顏寬先生或你的團隊 如果我在看這個節目 或元之兄 有機會跟他們講一下 就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不可逆了 對於他 我這真的是以一個 我們過去大家也都認識 是朋友的角度 你要把這件事情 唯一處理的方式是 你就只能跳出來講說 我們自拆 這個事情就不會有人在吵了 我們也不能再去 說真的不同正義 很難去做文章了 你就自拆嘛 還是真的也捨不得不想拆 所以就等台中市政府排拆 然後等個四五十年 可能都不用拆 然後這個事情 接下去會燒出什麼 我剛才不是提到預算嗎 台中市政府過去長年 每一年就500萬的預算 我印象很深啊 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想要追加600萬的 拆除違建的預算 在追加預算的時候提出 當時被台中市議會 國民黨團聯手 把600萬全部刪到一毛不剩 就不讓我們拆違建嘛 觀眾朋友你們知道 當時的台中市議會 國民黨團的副書記長是誰嗎 就是顏寬恆的妹妹顏立民 就是說你這些事情不拆 你一個一個被問 因為這幾天地方 都在討論這件事了吧 那會被大家懷疑說 你當時強力的阻擋 拆除違建的預算 是不是跟你家兄弟的房子有關嘛 因為你排拆速度就會變快 就會有機會拆到嘛 那這些事情會被一個一個檢視 所以你到底還有什麼其他選項 除非不是違建 除非大家誤會你了 你有什麼方式 那個空照圖看起來那麼大 變胖變高 然後是我們誤會 那你這個其實被發現的 你就是自拆嘛 那接下來就來講喔 就是說其實炒米粉這件事情啊 我也必須再回來講一下 剛剛那個阿苗議員有提到 就是他們的吃飯 印第大地有去秀出這個照片嘛 我先不管他吃的好或不好 我先講炒米粉這件事情 法務部其實每一次的選舉 都有做出解釋 過去30塊 那後來物價上漲 沒有人可以吃到30塊的炒米粉 所以已經不是用30元 而是用合乎道理的一個正當的燕飲 跟正當的選舉活動後的吃東西 那什麼叫政黨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法務部一直在強調一個重點就是 你是不是有對價關係 跟你是掛羊頭賣狗肉 什麼叫掛羊頭賣狗肉 如果你今天這個所謂的說明會 座談會或肇事晚會 剛好在晚餐時間 你結束了之後提供一個 適宜合宜合乎大家風俗的 比方說炒米粉啊 貢丸湯啊 比方說一個包子啊 這種是沒有違法的 可是今天會不會提出來討論 不是說你炒米粉不行 是你這個炒米粉是不是有點誇張啊 就大家看到那個菜色這麼的澎湃 你是不是有符合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原則 然後另外有人講啊 說這樣子的活動 你是不是真的是 你認真的選舉的造勢 還是說你是以這個為明目 你隨隨便便講了5分鐘10分鐘 後面其實主力是在吃飯 這些我覺得林佳龍 現在擔任林靜宜的主委 他是提醒說我們檢警調 要去了解這個狀況 是不是符合我們法令規範 我覺得一體都沒有問題啊 兩邊都可以炒米粉 可是你是真的是 辦選舉造勢活動的炒米粉 還是你是有其他的 對價關係的活動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檢警 應該要釐清的 最後一點要提的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面臨到 最大的問題是 你除了講顏寬恆在地啊 你找不到任何的點 去稱讚顏寬恆啊 所以才會產生 今天陳學勝立委 他貼一個臉書 他又說什麼了 認真去稱讚顏寬恆 我們本來以外 稱讚他做了什麼建設 為地方造福了多少鄉里 結果他去稱讚顏寬恆他 沒有滿18歲 就讓他的另外一半懷孕 然後後來結婚 然後因此讓整個 哇台中的生育率很好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稱讚啊 然後他還不只稱讚顏寬恆 說顏寬恆的兄弟姐妹 全家人都是如此 這不是 我本來以為是誰在反串 結果是國民黨的前立委陳學勝 在認真地稱讚顏寬恆的 可不可以拜託國民黨 再去發掘一點顏寬恆的優點好不好 我本來以為是哪一個 只剩生小孩對不對 我本來以為哪個粉專 那個就是在反串啊 然後結果看到說 原來是陳學勝前立委 很認真地寫了一篇很長的文 在稱讚顏寬恆的立委 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是可能找不到 其他東西稱讚 二方面可能是 他們真的覺得 這是很好的價值 我們也尊重 就是也是增加 解決我們的少子話嘛 不過我覺得觀眾 有一把尺啦 就是說 到底這是不是 是一個好的稱讚 大家自有頻段